城隍老爷化身为霞海云端事务所CEO 乘着贴满家纸袋、茶叶、纺织、香菇等大稻城特色贴纸的 风霞滑板出门上班、拉风又环保 2024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淡黄季 由台湾霸统筹视觉设计 并邀请知名服装设计师黄秀锦合作 为城隍老爷量身打造新神衣、灿烂一新 结合大稻城特色与龙年异象设计成帽梯形式的神衣 为淡黄季带来崭新气象 我们就运用了一个比较嘻哈的元素 跟大稻城的一些就是过去可能大家会用剪刀啊 针线来做设计 我这一次就是使用了拉链啊 扣子还有一些辅料的铁链的设计 希望它有点嘻哈的一些概念来延续 那当然最重要的点是 我这次用的土腾除了就是我们的创花之外 我也用了大稻城它是什么时候创始 然后1821年 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印象 就开眼见在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我们也运用了就是说 因为今年是台湾的龙年 那我就把我们最爱的龙年这件事情 每年到的龙年就是生孩子特别多 然后是一个非常即庆的一个年份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想要结合就是年轻的概念 所以我们也让我们的龙戴上耳机 跟着祖师姐一起有一些就是比较新潮的一些概念的想法 然后呢再加上说 我们希望说因为老爷也要跟着年轻人接轨 所以我们就做了年帽的帽提 然后也运用了就是永续时尚的这个宝特沙的布料 来做树莓樱花 那我们希望用环保的概念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呢就是我们是海岛 然后老爷也是渡海来台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海洋的一些概念呢 就放在这个我们的整个底图里面来做主要的主视觉的色彩的 怎么样子去找到传统跟现代的一个平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用小海云端新务所CEO这样的概念 重新的帮就是老爷装扮一个新的形象 那我们也整个色调融合整个五星 就是你有看到青黄桃墨白这样子的一个五星的意象 融合进我们的一个配色当中 那整个色块跟俐落的线条 我们展现出一个比较现代俐落的一个感觉 所以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那当然就是台湾吧的角色黑皮 有不时的也串进了里面当中 然后陪着就是老爷一起巡视整个城市发生的事情 帮我们城市的大小居民一起来解决问题 今年是中华文化总会与狭海城隍庙第四度共同举办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 将带来传统祭典 市集音乐会特展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为城隍老爷诞成祝寿 文化总会有机会可以跟峡海城隍庙已经是合作了第四次的这个台北峡海城隍记文化记的活动 那我觉得每一年每一年都有一些不同 而且越来越厉害 像去年啊 城隍老爷是当DJ要玩一下电音 那今年城隍老爷已经要玩滑板了 感觉明年是不是要跳街舞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元素 让我们这些传统的故事 它不只眷有 又让很多新的一代 他可以感兴趣 走到街区 然后来了解这些故事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我们都从过去一直把它延续下去 那今天的这个moment 其实未来的一百年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文化的传承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也希望说台北大道成在 两百四十年 三百四十年 五百四十年 未来 它可以一直永流传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因为文化它不是只有建筑物 它还有富有很多历史的意涵 那这也是我一直在讲的就是 摩天大楼不稀奇 一个都市其实要有它的文化历史 它才有它的灵魂 那大道成万华 其实这个老城区 其实就是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最重要的一个灵魂 那我们也希望说 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历史的灵魂 把它传承下去 越在地越国际 所以我相信透过老爷的传承 透过老爷的生机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回到在地 为在地发展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 齐心共同来努力的目标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还是祝福我们的老爷 预祝你每年都能够更新鲜 透过老爷更新鲜的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主视觉的每年的变化 我们可以让更多更多在地创意人 文化人 艺术人 都可以被全台湾 以及全世界看见 我相信就像刚刚若芳说的 台北市议会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来去支持 任何能够推动我们在地文化 这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的责任 台北辖海城隍文化节 但皇祭将于6月1日 至6月30日登场 邀请民众走逛大道城 为城隍老爷庆生祝贺 感受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 北辖海城隍文化节 在 记者林奇慧 台北报道